不定时炸弹 又是什么测试 让东东说出豪言壮语 今天为了这个病 我放一个钟头里去 健康常识课 哈喽 大家好 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准时来上课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幸福生活从退休开始 今天这堂课 可以说跟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同学都相关 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听讲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脖子里面 都有可能 有一颗不定时炸弹 啥就不可能吧 你不要觉得王老师 死在吓唬大家 我这边有一组数据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中国慢病前瞻性研究的一项分析显示 三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脖子里 长了这种不定时炸弹 而且呢 在五十到五十九岁的人群当中啊 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 在六十到六十九岁的人群当中呢 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 在七十到八十九岁的人群当中呢 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 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不定时炸弹 而且在一部分的情况下 这个不定时炸弹是有可能 置物的 三分之一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 搞不好有一到两个人里面就有了 猜猜看是什么呢 肯定是甲状线 淋巴 淋巴也是 也是这边 这个我们上海人说 这个新娘我老师 淋不见 淋不见 什么时候肿起来 搞不好就爆了 您全类了就有肿起来 东东今天这件衣服啊 穿得倒是把脖子这个藏得蛮好的 说你要看我脖子啊 在这儿有 有的 有的啊 对 我们说藏在脖子里的 这个不定时炸弹啊 究竟会是什么呢 而且我们会发现啊 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危险系数 其实是相对越高的 在王老师揭晓完 我们今天现场的专家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 稍微明白一点了啊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课堂现场的专家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宋浩铭宋主任 欢迎 宋浩铭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心内科副主任 你看我已经揭晓了 宋主任是我们心内科的医生 大家再想想脖子里的不定时炸弹 跟心内科有没有关联 心内科 心脏在这里 头颈在这里 他们有点距离的 可能是血管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宋主任 有关系的 在我揭晓我们的谜题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测试 大家都有提板吗 有 提板这上面有八项内容 是吧 大家可以把这个八个项目 自己有的把它勾一下 然后呢 勾好以后 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有八项啊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自测 你身上会不会有不定时炸弹 电视机前的各位同学 也可以自己来勾选一下 看看哪几项是 你们有的 中招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三二一 请亮题板 好 我们看到老韩同学 他是六十岁以上 然后您自己觉得是偏肥胖的 老徐同学是 有高血脂 以及心血管疾病家族史 我爸爸他有高血压 好 我们看看夏和阿姨 六十岁以上 以及高血糖 基本上都是两项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东东同学啊 他一共有五项打勾 第一项高血脂 第二项高血糖 还打了个一半叉 是什么意思 天勾 然后肥胖 肥胖这个 你这个勾应该要 加粗加重的 因为你是明显的 好的 对 然后你也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 家里有人 然后有吸烟 经过测试 我们发现 大家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 体板上的情况 那这块体板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这个测试 一般来说呢 大于等于两项 就说明 存在这个 不定时炸弹的可能性了 两项 对的 东于五项了 那说明已经达到了 非常非常地高危的人群当中 就是说 人家大于两项 属于可能有这个不定时炸弹 对的 三项 四项 五项 逐渐递增 危险 系数也就越高 对的 东东已经有五项了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不定时炸弹 可能要爆炸了 不是说要爆炸 就是这个炸弹 有这种可能性 已经存在了 安装好了 对 已经存在了 就刚才说 三个四个里面有一个 就是我了 是意思吗 我前一阵刚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拆弹专家》 今天宋主任 就是我们东东的 拆弹专家了 经过简单的自测 大多数同学 有两项符合特征 而年纪最小的东东 竟然有五项 符合高危人群的特征 那这颗不定时炸弹 究竟是什么呢 我现在给大家揭晓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心内科医生 其实心内科 说得完整一点 就是一个心血管内科医生 因此还包括血管 我们王老师说的 那个不定时炸弹呢 就是我们的颈动脉的斑块 那颈动脉在哪里呢 我们男同志 这里有个喉结 非常清楚的有个喉结 如果你喉结呢 你用手沿着这个喉结 水平地向两侧触摸的话 会摸到一个动脉搏动 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的话 这个人的死亡概率很高 或者说这个病 已经出现了临床死亡 冬冬你摸到了吗 没有啊 出一点 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就是颈动脉嘛 它是动脉 是有明显的搏动感 颈动脉它的作用呢 就是把我们心脏射出来的血 通过颈动脉 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动脉 从来给整个大脑组织 供血 供氧 一旦我们的颈动脉斑块 明显增大 或者这个斑块破裂 导致急性的血栓的话 会引起整个颈动脉闭塞 导致我们什么 整个大脑组织就是什么 缺血 缺氧 会导致我们缺血性的脑组中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中风 脑缸都这种病 那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 会形成斑块呢 基本上八个原因啊 怎么六十岁以上 一定有斑块了 对吧 高血压 血压 血脂 血糖 是这样的 颈动脉的斑块呢 可以有很多的 不明的物质所构成 但是目前来说 颈动脉斑块最常见的呢 是动脉的周样硬化斑块 它呢最主要的目前来说呢 是脂质 禽润所导致的 所以像我们刚才勾选的 那几项里面 高胆固醇 或者我们讲说 有些人有脂肪肝 对 对 对 爱吃肉的 吃的比较油腻的 对的 比较肥胖 是 我理解它没错吧 你不要老师前劳我 现在我最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光凭这个就能确定我 肯定有斑块嘛 有没有什么办法 大概自测一下 因为它刚才可能连颈动脉 都比较难摸到 那么它八项里面 又有五项打勾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参考数据 或者讲标准 从目前来说呢 如果颈动脉出现斑块的话 有可能有些患者 在临床上呢 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出现 一过性的单侧的肢体的运动 或者感觉的障碍 单侧运动感觉障碍 对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怎么测 怎么测 非常简单 我们请东东站起来 大家都站起来测一下 对 给东东一点心理安慰 一起测起来 好的 大家把手双举 对 静止三十秒 看看有没有哪侧肢体 会出现你意识无法所控制的 突然地下垂 或者是稍微有点 慢慢地往下坠的感觉 那我们请电视机前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测试 很简单 你只要把双手放在胸前举平 然后坚持三十秒 看看两边手臂 有没有自然的一个变化 对 对 对 有没有一侧肢体的变化 就按您的意思说 这个手臂是不受身体控制的 就可能 对 或者下来的 要往下放 对的 或者举不住了 对 那说明的 的确存在着一侧的 颈动们的斑块 所引起来的 你的相应的缺取的情况 就感觉 真的要断了吃不消的就是 这个不要紧张 一般来说 如果你腰痠的话 我们可以放低要求 十秒就可以了 如果十秒没有变化的话 说明你问题不大了 那不要 为了东东的未来 我们就坚持三十秒 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做吧 今天为了这个病 我放一个钟头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看测试结果 三十秒到了吧 三十秒到了 到了 到了 要睡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一句俗话叫做 自己选的路怎么样都要走完 刚才东东说他放一个小时 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好吧 那我们都可以做了 其他女孩请坐 我们都可以做了 您测试一下呀 那你还要放的呀 我三十秒下来 手没有往下走 说明目前还好 对 这个只是我们给大家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一目了完 颈动脉超声怎么做 报告上的专业名词又都代表着什么 退休调查团找到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 心内科主任医师陆志刚 请他为我们解答一下 颈动脉超声来说一般大的医院 二级医院到三级医院都是有这个检测的 而且非常方便 那么拿到这个报告以后 我们要关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颁快的大小 那么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 不同的一个机器 那么可能在做的判断的读书方面 有一点差异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纠结几个行为的差异 那么这个颁快里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颁快的现状 那么颁快的现状怎么来体现出来 就是我们在超声过程中的 我们报告里面会去提示 这个颁快的后面的回声怎么样 如果是个高回声的 那么意味着它就是一个硬颁快 如果是个低回声区域 那么可能它是个软颁快 那么对这种颁快来说 我们肯定有更关注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低回声 加下一个高回声毁 它在一起我们才会关注颁快的颁快 我们可以获知斑块的大小和形状 那陆医生所说的软斑块和硬斑块 代表着什么 每种斑块的危险性更高呢 软斑块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硬斑块就是什么 稳定的 因为硬了嘛 那还是硬的比较 硬的好一点 这个就跟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饺子 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比喻一下 不稳定斑块呢 它的皮比较薄 线比较大的话 就容易引起什么 这个皮会破裂 对 一旦破裂以后呢 这个里面的止质核心呢 就会破入到血液当中 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尤其会引起什么 急性的血栓事件 而且这个血栓不仅会在原位 这个位置上把你堵掉 而且呢 这个血栓脱落以后 会随着相应的血管往远处流 比如说它流 对对对 它流到远处的脑血管 就把远端脑血管堵掉 引起这个脑组织缺血缺氧 会引起足蹤 甚至引起昏迷 当然最终会导致人的死亡 那稳定斑块呢 相对来说好一点 它的皮呢 就厚一点 也是它的显微帽呢 会厚一点 它里面的限制呢 也是止质核心呢 会少一点 因此呢 因为我们说法呢 吃起来是难吃 但是呢 它能够保证你的斑块的 中间的核心呢 不破裂 因此呢 相对来说 处于一个稳定状态 正如宋医生所说 不稳定斑块一旦破裂 后果不堪设想 而稳定斑块 则相对要安全一些 但当稳定斑块 造成70%以上的 动脉狭展时 也是相当危险的 一不小心 就可能将血管完全堵死 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定期复查 控制斑块大小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还是有办法 解决可以治疗的 一般来说呢 我们现在的治疗 只针对两方面治疗 第一个 让软斑块 变成硬斑块 让它稳定地 牢牢地长在 我们颈动脉上面 不要掉下来 不要破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防止它的斑块 再继续地长大 或者又有新的斑块的形成 真正能够逆转的 可能性呢 还是有 但是呢 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善 加控制斑块的形成 对的 对不对 对的 那我们要怎么来入手 去做这件事呢 颈动的斑块 最主要是什么 是由止质寝润所导致的 所以说呢 控制它 或者预防它 必须要什么 从胆固醇入手 也就是要降低胆固醇 尤其是降低什么 低密度脂蛋白 以前我们说 好的脂蛋白是什么 叫高密度脂蛋白 对不好的是什么 叫低密度 同样的 对我们颈动脉 斑块来说 不好的也是低密度脂蛋白 因此呢 也需要把什么 低密度脂蛋白 降下来 控制低密度脂蛋白 要注意减少脂肪的摄入量 少吃一些猪油 肥猪肉 黄油 肥羊 肥牛 肥鹅等食物 并且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入量 供给充足的蛋白质 多吃一些牛奶 鸡蛋 瘦肉类的食物 适当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多吃一些粗粮 多吃富含维生素 无基盐和纤维素的食物 那也想问问宋主任 像我们日常学习到的一些 比方说 多吃一些黑木耳 血管清道夫 包括还有很多了 比方说 多吃纳豆 纳豆里面的这个纳豆鸡梅 好像也有用 对的 但是这都是保健品 辅助左右 辅助性的 最关键要管住嘴 迈开腿 除此以外 刚刚东说它抽烟 我们知道吗 要戒烟 戒烟 对 要戒烟 以前说叫限酒 其实我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你平时不喝酒的话 那就不要喝酒 就是戒酒 但是有些酒量很大的话 我们就限酒 限酒呢 限多少呢 红酒的话 每天最多喝二到三两 控制量 对 最关键还是什么 心情舒畅 睡眠好 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那除此以外呢 因为你有很多疾病 比如说高血压 你必须要把血压控制好 大家可能电影里看到过 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 是不一样的 动脉出血什么 是飘射 是飞溅的 是飞溅的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血管压力有多大呢 比如说正常有120到80毫米拱柱 这压力是很高的 如果你高血压的话 这个压力更高 这个这么高的压力 把我们的血管上 反复冲击的话 会导致内膜的损伤 容易导致脂质的情润 最终导致一个斑块的形成 所以说血压必须要控制下来 另外一个 高血糖 也就是糖尿病 长期糖尿病 对我们的血管内膜 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同样的可以加重什么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 所以说呢 血糖也要控制好 抑换因素 或者说我们三高情况控制好 对我们斑块也是有好处的 那医生我想问 我已经服用了三年的 他丁类药 就还要一直服用下去吗 如果稳定的情况下 从理论上讲 如果你没有斑块 而且那下载程度 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中度的话 我就五十五了 对啊 五十五 那肯定是中度了 理论上讲应该要长期服药 同时呢 我们还建议你 在服用他丁同时呢 可以试用一些什么 叫我学个眼 咱们在这里 我学的 眼加上去的 但是我今天上完这个课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只要有这个样子 有症状 尽快到医院去查查清楚 到底什么问题 因为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 好好的一个人 刚才还在跟你聊天 过了一会儿 忽然就朝旁边歪倒了 站都站不起来 直接打120送到医院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人就去世 为什么 就是因为血栓脱落 脑梗梗住了 如果能避免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就去医院 早点就医 吃点药 可能就能够控制住 自己不注意 一不小心 这人命就没了 是 所以我们也是 希望通过这堂课 可以让大家 首先作为一个医学尝试 我们来了解 之后如果说你有所担心 或者说你本身 已经是危险人群的 我们也可以到医院 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的节目内容 都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 退休俱乐部的 微信公证号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堂课再见咯 拜拜 脖子上的不定时炸弹 你听说过吗 三分之一的 中国成年人脖子里 长了这种不定时炸弹 东东你五项了 那说明已经达到了 非常非常高危的人群上 这颗不定时炸弹 究竟有多危险 会导致我们 血血性的脑筑中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中风脑钢 是有可能 置物的 又是什么测试 让东东说出 桃园壮语 今天为了这个病 我放一个钟头里去 吃起来 有一点 我是小 Growing 你 我比我们快乐 你